失眠包括入睡困难、睡眠中断或清晨早醒 以及主观抱怨睡眠品质不佳 根据台湾睡眠医学学会的调查 全台失眠的盛行率约为11.3% 约有250万人饱受慢性失眠之苦 虽然药物治疗在短期内可能有明显效果 不过长期效果却会越来越差 其实失眠也是跟工作压力 还有可能一些烦恼有关系 但常常有些人问了说 吃了安眠药会不会变成老人痴呆症 其实老人痴呆症是我们脑部细胞的退化 跟吃安眠药没有用 没有关系 但你吃安眠药的话 因为在药效没有消失的时候 可能会昏昏沉沉 所以尽量是不要开车 还有起来大小号的时候要小心 常常有两人就是迷迷糊糊 结果摔倒了 那真的需要吃的时候还是不要一直一直在死羊 吃当然你隔天才有这个精神去上班 那不要一直一直借着说 我不吃不吃不吃 可是还是睡不着 睡不着的话 你还是要吃一些安眠药 那市面上有一些退黑基石 退黑基石用在时差比较有关系 因为它都在晚上 而且在黑暗中没有灯光的时候 它才会脑下垂体 会昏迷退黑基石 那一般要吃退黑基石来改善睡眠的话 除了时差的改变比较有用 一般的市民吃退黑基石是没有改善的 睡眠可以帮助我们修复身体 巩固记忆 因此 有睡眠障碍的人 未来罹患失智症的风险 也比一般人还要高 如果睡眠状况不佳 一周超过三天 并且持续两到三个月以上 就应该寻求专业的协助 十方新闻记者 赖伊荣台北采访报导